在影片開始前先吐槽一下啊 你要拍廣告選你們片啊 你們可不可以找一個不要念稿的來念稿啊 還有啊大姐 你孝順你爸媽的錢 就是用獨愛的錢來孝順 如果是我女兒 我不要去睡在床上算吧 轉帳給我了 但是我不確定有沒有 所以我到銀行查詢了 他們還真的有轉帳給我耶 看來我是找到一項好的投資了 終於可以減輕不少壓力了 先領一些錢出來 買一些補品的去給我媽吃 以前都沒能力好好的孝順他 現在我一定要好好孝順家人 好啦又有人標記我 所以講一下吧 有些人上面在解釋他自己 不是什麼老鼠會之類的 那其實啦 老鼠會的定義其實很廣泛 可是他販售東西的模式有沒有錯 沒有錯 那個模式就是正常的模式 因為一般的公司 你在賣東西的時候 你下面會有業務 會有商品經歷 那現在負責在賣的人 對 通俗一點來講 就等於下限 意思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所以 也不能說每個人 這樣子賣東西 他就是老鼠會 會有老鼠會這個用詞 是因為以前有些 惡劣的公司 賣一些劣質產品 或是以前的電信啊 再拉一些什麼 希馬換現金的 才會變成這樣子的臭名 所以不是說每個人 這樣賣就有問題 所以大家謹慎留言 不要每一個都覺得 他就是唬爛的 或是騙人的 我拍片到現在啊 我從來就不會去講過任何誰 因為我覺得 賣東西的模式沒有錯 但你賣的東西 是不是劣質商品 或是那種成本低到靠北的產品 然後在那邊賺暴利的 大家都看得出來 所以我是針對那些在炫的 或是在那些看起來 賣的東西就很 沒辦法給人家知道的 我都覺得他不好 但那些 真正用這個模式 在賣好東西的 有沒有一大堆 所以像一般公司 請人 來店裡賣東西 這樣講就等於說 我是一個產品 那我提供產品給人家 人家來我的店工作來賣 等於他就是我的下限 那請問這個 開連鎖店的他會變老鼠會嗎 聽起來不是吧 但賣東西的模式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大家留言的時候要謹慎一點 不要亂罵人 真的 一堆人留言 那要我代他 或是教他怎麼賺錢 那請拜託一下 我不是慈善事業 我自己也有自己的工作 要去做 那如果你認真的想要來賺錢 你單純只是想要學 怎麼用網拍 我可以把我的觀念 手把手的教你 但就是要學費 就這麼簡單 那如果你不是想學網拍 你只是單純想要來賣商品 不想要囤貨 那我現在有在跟其他公司在談獨家商品 是賣洗髮金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興趣 如果有興趣的話 一樣 你們對銷售 你覺得你有把握的話 可以來當我的業務 沒關係 那抽成方面 你們一定是賺的 那也不用你們付出什麼 都很簡單 那我這邊就是有公司 可以去幫你們做開會 那帶你們怎麼做 然後跟你們講怎麼賣 那要說我是什麼會 我無所謂 但我賣的東西我講很明白 是洗髮金 正在談 也正在製作 有興趣視訊我 提案的就來講一下 網路上常常可以看到 有人PO什麼 在家工作 只要打字 然後只要懂什麼 手機 你就只要PO文 就可以了 這種工作 這種工作 80% 當你去跟他聯繫之後 他會跟你要存折 80%的都會跟你要存折 或是跟你要你的信用卡 其實你們在新聞上 就常常看見過了 那剩餘的20%呢 有10%可能真的是在找文書處理的人 真的可以在家工作 但那個機會有沒有大 100%只有10%機會 可能讓你遇到 那麼再來最後的10%呢 是要你去公司 那去聽他們的東西 是要幹嘛 做什麼用的 其實 100%也就是 呃 直銷啦 也是一樣的道理 那這是我的見解啊 你們自己參考看看吧 好啦 八極分身 我知道你被酸得很難過很痛苦 那 20歲 有房有特斯拉 拍來看看啊 我不知道欸 有人跟我說我20歲有房有特斯拉 跟人家賭我要賭5000塊 你給我5000我拍給你看 幹 我跟你講 有房有特斯拉 還會要5000塊嗎 好好笑 靠你自己 先 你先做拍個給人家幸福的影片嘛 怎麼靠自己的 都做出來 說出來給人家知道啊 不然嘴炮沒有用啊 你在我的影片下嘴炮 你還是個鍵盤手啊 可憐仔 來 跑車 鈔票 加入團隊 別急別急 我還有 跑車 鈔票 大便頭 0817 對不起 是我左肩子 最後睡前 再來講講 那些喜歡看自己男友單手轉方向盤的 我講真的啊 你的命在她手上 今天不管她是你的誰啊 只要還沒結婚啊 就算結婚了 你的命她也沒辦法負責啊 女生不要那麼傻 我開車啊 我自己愛怎麼樣就怎麼樣 但只要我女友在車上 我開車一定認真開啊 畢竟我沒辦法負起我女朋友生命的責任啊 她出了什麼事情 最懊悔的 除了我還有她家人 所以女生不要再那麼傻啦 找一個正常的男生在一起吧 好不好 單手轉方向盤這種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哪裡帥啊 我覺得這是一般會開車的人 就該會的事情啊 帥在哪我不知道 但哪一天她沒轉好去撞牆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吧